这看着也太香了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瑶 今天我们去吃沙菇麻辣烫 就是长春的那种麻辣烫 和沈阳本地的那种清汤的还不一样 和黑龙江的那种大碗的麻辣烫也不一样 我还没有吃过这种本麻辣烫 否则怎么都会错过 它原来不叫麻辣烫 叫大锅面 但是也叫麻辣烫 就是你看 我去 这种东北话怎么说 油黑 黏稠 细黑 焦黏 哦焦黏 哇 这看着也太香了吧 我去 尝一口 先尝一口 嗯 麻辣 它这个芝麻酱好香 是没有偏花生酱的那种 我还买了那个煎苹果子 其实是我自己想吃了 7块钱 这个煎苹果子 这个面是15块钱 这里面加的还有土豆丝和豆皮 我来沈阳三点第一次享受到吃麻辣汤 不带塑料袋 有点收虫若惊 我来沈阳三点第一次享受到吃麻辣汤不带塑料袋 有点收虫若惊 加的醋好好吃 加的醋好好吃 我还要了两个炸串 炸香肠 炸鸡排 这个香肠有点像台肠 就有点微的发甜 又麻又辣又烫 对不起 这个煎苹果就没有它长得那么好吃 用一个成语去形容它 表里不一 我喜欢吃个雪糕 炸糖好吃 这个鸡排就入点一般般 它这个颜色好好看 你都不给它出啊 好辣 但是这个好好吃 碎鸡垫高 这个好吃 猜一猜这个多少钱 看到个小朋友 阿姨姑生走安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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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 多少钱 好香啊 这个是巧克力味的 两块钱 好吃 果然甜品才是我的美名 我这两天看新闻 被水糕的价钱给惊到了 我就在想我小的时候吃的水糕 也没有很贵过呀 然后为什么现在的水糕都 好像都卖出了天价 我今天晚上要是拉肚子的话 今天我一根麻辣烫吃 无辜的 这个两块钱呢里面的奶油 竟然是入了新奶油了 我吃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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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给小雅一个点赞